好 继续来看到张化县 浦岩乡 由乡长许文平来带队 来到花莲参访民运社区 那么市长魏家贤 以及民运里长 还有社区发展协会干部都热情的来迎接 花莲市民运社区发展协会成立11年 获得许多社区评鉴大奖 也成为其他县市乡镇学习观摩目标 6月28号来自张化浦岩乡的参访团 由乡长许文平带队 来到了花莲市民运里 受到市长魏家贤 还有社区发展协会干部的热情接待 今天是张化县古岩乡的许文平乡长 带他们社区里面的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来到我们花莲市的民运社区发展协会 来做相关的拜访 那我们也谢谢吴培群理事长 还有我们社区里面的所有伙伴一同来接待 那其实在花莲市来讲 有一些社区发展的一个成果已经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 那未来也希望说我们藉由这样子一个成熟的一个社区 能够影响到其他还在发展当中的一个社区 那我们可以看到民运社区发展协会 长期来也是被指定要来观摩的一个对象 那当然在里面我们有给人家学习的地方 当然我们要参考在张化有其他特殊的一些 社区发展的过程里面有宝贵的经验 我们也可以互相交流 那在此我们也谢谢许乡长带队来到我们花莲市 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推荐我们社区 到浦原乡或是其他的一个乡镇市来做相关的学习跟观摩 张化浦原乡乡长徐文平表示 浦原乡没有观光条件和丰富资源 要推动社区发展并不容易 今天特别到花莲市来学习 希望可以有满满的收获 我们的乡镇没有什么就是观光景点 我们浦原的发展 如果能带动观光的就是只有社区发展协会这一个区块 所以我们都会互相来邀请 然后出带别人的互相共同互相学习 那就是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红的一点 就是在三年多前有一个那个外国选手 他捡到我们普京厂我们的宫庙帽 那个铁人三项 虽然因为在全世界就爆红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也来纳入我们的观光景点 然后跟我们的社区结合 然后我们这个社区就自己 我们这些都製产 要製产的花莲菜 那当是花莲菜还是 还是菜铁好的人就买一瓶 菜铁不好的人就是我们就是阿公 阿公所以我们社区产业就是用一个花莲菜单 要做导入 所以要买可以探钱 探钱就是让社区老人共产社区一家台商 都在社区领域这样子 张化补颜香和华联施公所也相互交换礼物 参访团员也都踊跃提出意见交换 分享各自特色与工作经验 期盼彼此交流学习 促进社区发展更加活络 这里会幻视报导